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欢迎来到养生之路 我是你们的朋友小鹿 近几年来,糖的危害已为大家所知 抗糖化成为人们追求健康生活的热潮 不过,当你认为糖是健康的最大杀手时 没人会想到,被人们称为健康的大豆油 却被冠以地球上最糟糕的食物之名 这一结果确实令人震惊 我国是食用油大国 之所以食用油的量这么大 主要与我们的饮食文化有一定的关系 大多数家庭在做菜的时候 都喜欢放入大量的油 在很多人的眼里,觉得放入大量的油 做出的菜才会好吃 在我们生活当中,油的种类分为两种 一种是植物油,一种是动物油 而油脂也是人体必须的一种营养物质 合理摄入一定的油脂 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来说也有好处 但是一定要注意 不要吃太多 比如,如果长期吃一种高油脂油炸的食物 也会产生肥胖 又发多种疾病 在以前的时候,人们一般都是吃猪油 嗯,而近几年来 人们大多以植物油为主 像我们常见的大豆油 玉米油,花生油,桂花籽油,橄榄油 植物油 抑郁症等等 某种有益脂肪 能改善大脑健康 减少各种疾病,例如炎症 不过,科学家人们,尽管大豆是一种植物 但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 却能引起诸如老年痴呆症 肥胖症,自闭症等疾病 并对脑神经和其他器官造成伤害 什么油是最健康的 虽然现在市场上有很多食用油 如橄榄油,桂花籽油,豆油,花生油等等 但怎样选择一种健康的食用油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鉴别它 一,橄榄油 市场上人人皆知的橄榄油介宠儿 其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维他命A,维他命D,维他命E,维他命K和抗氧化剂 被人们广泛使用 这比其他食品更安全,更健康 它的作用不仅能减缓神经细胞的退化 预防老年痴呆 而且能清除人体内的有害自由基 具有良好的抗氧化作用 当然,它的用途也很广泛 可用于油炸、煎炸、凉拌等 二,花生油 花椒油,人称中国橄榄油 在油菜花上炸出的油 用于炒菜 香味四溢 也是大多数人烹饪的首选 而且是一种教义消化的食用油 因为花生油含有大量脂肪酸甘油脂 用于烹调 可增加食物的芳香也不易被高温氧化 其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超过80% 且易于被人体消化吸收 还含有滋醇、脉胚酸、磷脂等多种有益物质 能有效预防血栓形成、预防动脉硬化、心梗等心血管疾病 3.亚麻油 亚麻油是由亚麻子制成的 其中氨基酸种类繁多 必须氨基酸含量高达5.16% 是一种营养价值较高的植物蛋白 其中53%为人体必须脂肪酸 亚麻子油中 阿尔法亚麻酸具有抗肿瘤、抗血栓 酱血脂、营养脑细胞、调节植物、神经等作用 同时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1.具有延缓衰老和抗氧化作用 不饱和脂肪酸在亚麻子油中含量很高 可以有效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3.玉米油 玉米油也叫玉米胚芽油 它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大量不饱和脂肪酸 主要是油酸和亚油酸 能降低血浆中的胆固醇 预防动脉硬化 辅助防止酸高 而且玉米油不耐高温 适合快速烹调 大家选朋友时要注意哦 4.大豆油 黄豆油是一种用大豆压榨而成的油 通常我们称之为黄豆沙拉油 是烹饪中最常用的油之一 大豆油的最高或假期是一年 但在高温下不稳定 最好不要用来煎炸等高温烹调 平时用来炒就好了 黄豆含磷汁较多 用鱼肉或肉骨熬汤时 加适量豆油可熬出浓浓的白汤 十分诱人 当然 人到老年要真的想预防老年痴呆这类疾病 可以补充脆风肝 脆风肝是人类大脑发育 维持正常功能的必须营养物 对提高脑神经的活跃 防止脑神经的衰老有很大作用 人体在摄取脆风肝后 大脑的蛋白质得到及时补充 使脑细胞活力得到提高 有助于增强脑部生命力 从而达到人体延缓衰老的目的 因此 但是单用食用油只能提供50%的脂肪酸 不能充分补充营养 调和油能解决这个问题 它含有两种以上的油脂 能科学健康的补充人体所需的脂肪酸 好了那么这期的视频就跟大家讲解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讲解的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了用上您那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个赞加个关注 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养生知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